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67回 鱼龙帮三十多人 贪胜肖腔这么个忘恩负义 有狼子野心的副帮主 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可在肖灵以及整个肖家眼中 肖腔无疑是个称职的好父亲 如果更换门庭的鱼龙帮 有机会称雄灵州江湖 恐怕剩下的帮众们 即使知晓了这段内幕 若非有密切牵连的人物 大多也会故作不知 只会继续对肖腔肖灵父子感恩戴德 敬畏有加 一位是长饼长风坡刀的魁梧马匪头目 瞧着气氛融洽 顺带着对气味不怎么相投的肖腔 他也看着顺眼起来了 他笑着打趣道 小帮主 有所不知 咱们这边可是很难找到能指几匹数码的女子 再怎么水灵 除非是北莽的官家女子 否则撑死了 价值半匹数码 宋调儿这回 肯定不要马也要霸占的姓刘的闺女 咋的 小帮主 这小娘们 生的沉鱼洛艳不成吗 另外一名赤手空拳的 马贼头目怪笑着说 呦 老童前你还知道沉鱼洛艳这个说法 学问大了句了啊 使破刀的这个汉子呀 姓钱 因为呀 弑财如命 所以有了铜钱的这个绰号 他咧嘴吐了一口浓痰 他笑慢着说 老子还知道你婆娘奶子有多大 昨晚 刚往上边 抹了好些个口水 被挖苦的马贼也不恼 咧着嘴笑 老童前 你那闺女丑闺丑 不过屁股贼大 保准能生难玩 老子就好屁股敲这一口 老童前 啥时候让咱任你当老丈人 老童前啊 用脚踩了一下坡刀 这个曾经 用碎银子 活活的把一个大活人给撑死的汉匪痛骂道 去你娘的 敢祸害我闺女 我拿银子喂饱你 肖枪打心眼里边 憎恶这些马贼的言行无忌 只不过碍于宋貂儿的颜面才不好发作 但脸上也没了客气的笑容 他平淡的说 宋兄弟的眼光当然很好 读过许多诗书 甚至差点成为北莽官员的宋貂儿 有一颗玲珑心 远比这些糙汉子来得八面玲珑 他打圆场道 好了啊 闲话屁话休提 容宋貂儿多嘴一句 这趟大买卖做成以后啊 也算是交情了一场 咱们几家的恩怨 大伙肚子里都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藏本 宋貂儿啊 希望看在这次 每人到手几千两白花花的银子的面子上 都各自退让一步 划去几笔牵扯不清的糊涂账啊 还有啊 以后再有烫嘴的生意 别他妈只想吃这毒食 多联络联络 有钱大家一起赚 再加数银子 总比你因我我黑你来的痛快 是不是啊 这李黑塔 率先点了点头 老同前和那脸上有刀疤的 也跟着点头 肖强没来由的一阵伤感 刘妮荣毕竟是他看着长大的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啊 他还有过要撮合他与肖灵在一起的念头 只可惜 不是每一对良小无猜的孩子长大以后 都会珍惜当年的青梅竹马的不意 肖强不怪刘妮荣看不上肖灵 事实上肖灵一样瞧不起 这个出身优越的儿时玩板 说他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姐身子 丫鬟命 肖强啊 他微微摇头 将这股伤感情绪挥去 只是感叹自己 毕竟老了 一个刘妮荣的生死祸福 比起自家的兴盛 实在是不值一提 想到这儿啊 肖强眼神如一头夜宵子 几位原本对这位老剑客 心存轻视的马匪都心中一领 这几位看似大的咧咧 但谁不在暗中打量肖强与宋貂儿 就怕被宋貂儿给黑吃黑了 要让马贼通心通德 就跟要北梁铁骑不沾血一样难以置信 肖强啊 似乎他记起什么 他阴沉的说 这次还有一个将军府里出类的年轻人 姓徐 佩刀 长得俊逸非凡 很有世家子风度 各位大当家的想要没有后患 此子必须死的彻底 宋貂儿拿手指点了一下凶神恶煞的刀疤脸 他笑眯眯的说 抹四请啊 只要长得好看 汪老哥向来是男女不济 我可知道汪老哥这次带来的人马里 就有个清秀的后生 拳脚本领稀烂 据说伺候男人都是乖巧 每晚都要被汪老哥使唤得嗷嗷叫啊 刀疤脸来了兴致与兴趣 并不否认他的男女通吃 只是看着肖强笑问道 啊 这小子长得真能凑合 肖帮主可别拿老汪我开涮了啊 否则吊起了火却没地方卸火 总不能跟老铜钱那样拿块猪肉扣个洞吧 一伙人轰然大笑 连肖强啊都笑得不行 一个温蠢嗓音突然响起来 汪老哥啊 你瞧我长得咋样啊 几乎瞬间同时肖强提剑起身 李黑塔双手握扶 瞠目而是老铜钱脚尖一条 扑刀横刀而立 那姓汪的刀疤脸无意间被齿名道姓 原本金句异常 只不过认清来人的面目之后 眼神变得炙热 唯独宋雕儿没有动静 他一手拿捏着金雕玉镯的玉佩 另外一手在唇边吹了一声口哨 这才抬头看着肖强的背影说道 修老哥啊 该不会是你跟鱼龙帮给我们下套子了吧 没道理呀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而且鱼龙帮才三十几人 就算今晚只有我们四个 你们也不能保证让我们都交代在这儿 只要是逃出去任何一个等会 说到这儿啊 李黑塔放下一柄喧花板斧 手贴着胸口 阴森慎人的笑着 打断了宋雕儿的言语 逃出去一个 还想着报仇不成吗 肯定要趁火打劫 拢起其他三个死鬼的人马了 宋雕儿啊 你他妈别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就是你跟着姓霄的老乌龟 还有鱼龙帮陷害我们 不过宋雕儿啊宋雕儿 你真以为就你带了人马来这儿吗 宋雕儿只是白白手 温和的笑道 虽然这次是说好了只是五人谈识 约好让各自人马离开五里了 但肯定会私下让人手骂骂的靠近过来 这是人之长情 宋某也不是三岁的娃娃 对这个呀 我也理解的很 李黑塔呀 你先别忙着拿出火筒子发信号 小心坏了大事 先让肖老哥给我们说斗说斗 一时间一个外人说了一句话 竟然有了让五个人的展开窝里斗的滑稽形势 那肖强死死的盯着不远处 那个案里说如何都不会出现在这儿的佩刀青年 他转头苦笑道 宋老弟 肖某怎会陷害你 这小子便是那姓徐的 不知道他怎么跟到这儿了 如果带了鱼龙帮过来 恐怕先前谋划都要作废了 真是如此 肖某连那四千两银子都不要了 就当做赔偿给四位大当家的 来者 自然就是世子殿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鼓掌孝道 小帮主行事果决 不愧是做大事的人 让姓徐的可大开了眼界 光是见识了这等萧雄手腕 一车子货物白送给各位 也值了 只不过怕你们几位没命花呀 那刀疤脸仓狂大笑 你这小子说话口气比送调还大 老子喜欢的很呐 肖枪周美 你没有搞知刘尼荣和公森阳 徐凤年眯着眼睛说 他们知不知道重要吗 要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三位马贼头目面面相觑 这小子是失心疯了 胡言乱语啊 宋雕儿仿佛被逗乐了 他终于舍得站起身来 挂好玉佩玄在腰间 系紧了红绳 打好了一个活节 这才抬头望向徐凤年 这位徐公子啊 既然敢单身附会 想来肖帮主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 举头三尺有神明吗 他们可能不信 不过我信 但信归信 怕还是不怕的 现在宋某最好奇的是 你有没有低估我们极为的能耐 要是错了 你的下场 可能会比较糟糕的呀 宋雕儿说完 手指向刀疤脸 一切不言而语 徐凤年呢 也不与这帮早已经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与人赌命的家伙废话 伸出两指 只留一条缝隙 笑着问道 要是我离一品金刚境界只差一线 你们逃不逃 徐凤年顿了一下 继续问 你们逃得掉吗 这应该是一个惊喜不断的夜晚 肖枪和四名出生入死的马贼都被这话给弄得想象 连宋雕儿都觉得这哥们实诚实识脑子有毛病 这天底下任何一位一品高手除了情理之中的屈指可数 而且大多或隐居山林神出鬼没或高座门派幕后身居简出 极少数则被朝廷各种顶尖势力捧为座上兵 也是当菩萨共挤 而天下何其大江湖何其广啊 要找到一位一品高手无异于大海捞针 饶是宋雕儿这几位都是见惯了大风大浪 也就只有肖枪年轻时有幸远远见过一位金刚镜高手的风采 这宋雕儿略好 曾在北莽京城啊 见过一位九富盛名的二品顶点高人 的的确确是离金刚镜才差一层窗户之 可那位老前辈当时已是花家之年 归异于老当义壮才有这份玄妙神度 可眼前这位配刀的年轻人他有多大 才籍贯几年呢 徐凤年说话间已经被五人包围 有了相当境界以后的武夫 即便前一刻还是陌路人 一旦配合起来也颇为天衣无缝 那个刀疤脸的率先出马 脸庞正颖 双拳直探徐凤年的军口 破刀匪手一刀横扫前军事 裂空而至 肖枪为了表明清白 也抽出长剑 随时拿出看家本领的李守剑回旋宴 只要被他瞅准剑系 就要把这个姓徐的削去四肢 刀疤脸出拳迅猛 却留有余劲 分明是想啊 想先让那个坡刀 逼迫着这家伙躲避 才跟上双拳给予重创 只不过见这小子愣是对那拦腰而来的大刀 无动于衷 他便不再客气了 双拳气机炸开使出了九成的气力 剩下一成 当然是他留了个心眼 生怕老铜钱一个不小心没掌控好 啊 这坡刀的力道把自己个儿连带 这小子一起拦腰斩断了 双拳力道变化也带了全时的变动 只不过刀疤脸汉匪 见那小子始终是纹丝不动 心中便有些无奈 自个儿白搭了一手好拳 瞎子点灯 白费辣 这小子肯定死到临头 还是没瞧出其中的高秒 刀疤脸双拳即将触及这小子胸口的心中一袭 可马上就觉察到契机不对 按理来说 老铜钱破刀散发出来的冷感 即使没有更浓也不该淡去呀 这是收刀了去的意思吗 刀疤脸转瞬间便打定主意 不管老铜钱如何算计 这小子的命都要被他的双拳砸烂大半条 修为最高的肖腔 宋雕儿两人瞳孔急剧收缩一下 这是一种嗅到危机的敏锐直觉 徐凤年看似轻描淡写的一个侧身 双手粘住刀疤脸的双臂 往右侧顺势这么一带 刀疤脸整个人就双脚离地 好似亮枪一般往前飞了出去 徐凤年跟着身形侧椅 以小寸步频繁变更 令人是眼花缭乱 然后刀疤脸就毫无还手之力 整个人离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当心头赫然的刀疤脸全是收回五六 堪堪能够在骤然间做出应对 徐凤年左腿屈膝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上一颗指町 啪啪的一声 刀疤脸整个胸膛都给磕醉了 徐凤年一松手 刀疤脸就被那一记霸道至极的西状 给撞得往上漂浮 徐凤年扔不把修 右手绕着这家伙的脑袋 胡乱个儿一转 让好歹有一百七八十斤的刀疤脸 在空中旋转三四圈 徐凤年身形微微后撤 高抬腿 将裁出了一次双拳的可怜家伙 轰然的砸入地面 兴许是这速度太快 冲劲太大 根本没给他凝神俱气的机会 又或者是西状让刀疤脸的精气神 都连同胸腔一同散了架子 反正众人只见到以不战汉勇 著称的刀疤脸身体触地之后 四肢反常的向上扬起 当手脚软绵绵坠地之后 整个人已经是完全没了气息 刚才临阵脱逃的老同前 手心已经全是汗水 咬牙解释道 不是老子胆儿咬收刀 是这小子太邪门了 一刀扫去刀口子离他身体还有好几寸远 就砍不进去了 咻 邪门 徐凤年扑车一笑 一脚踩在刀疤脸的后脑勺上 加重力道 大概是脑壳比泥地还要结实的缘故 整颗头颅一点一点的陷入地面 看得肖枪都是一阵的心惊肉跳 所幸握剑之手并无一丝颤抖 成名多年的武夫都知道何谓未战先败 宋貂儿眉头紧重 沉声道 一切上 悬了悬双府的李黑坦宁小道 好 才说完好字 就见这位离世子殿下最远的汉子身形倒略 别看他体态用重 看他这逃窜的手法 轻如红毛 似乎轻功不足啊 宋貂儿却不惊奇愤怒 眼中反而闪过一抹 阴险毒辣 李黑坦退得快 徐凤年追得更快 当世子殿下从老铜前身侧 不到五步距离一闪而过 这杀惯了人的马贼愣是不敢动他 任由他擦肩而过 李黑坦这时候才知道小聪明要害死自己啊 见逃避不得 他狠心猛然停顿 双脚落地之后仍是滑行一段 在地面上划出两条痕迹 然后借机蓄力 等到那杀人不眨眼的年轻魔头赶到身前 双府交叉挥出 势大力尘 尽到远胜过刀疤脸的双拳 他靠着简单到枯燥的三板斧走天下 自然会有可取之处 那配刀却偏偏不用刀的年轻男子 尾时是多大 双府在空中瞬间转折了七八道诡计 气势汹汹的劈下 他竟是不退不躲 以双臂向上霸王扛顶一般的恐怖姿势去迎接那双府 被侵蚀到了极点的李黑坦怒吓一声 去死吧 既没有手臂连肉带骨被砍断的熟悉声音 也没有传说中金刚不破的金石碰撞之声 李黑塔他是有苦自知啊 鲜花板斧和金雀开山斧就像砍入两大团棉花 这团棉花瞧不见却真实存在 他总算明白为何老同前说古怪邪门了 这小子的契机当真已经充沛富裕到留意到身外的惊人境界了吗 所谓契机呀 可比世人眼里最值钱的真金白银还来的珍贵 多少习武之人一辈子在那哼哼哈黑都没琢磨出契机到底是何物 一些运气好家底后的家伙有师父领进门的 手头有一两本秘籍的 也就是隐约觉察着体内呀 有一股热气流走骨盒翘旋 那是如何聚拢化为己用 那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陷俊关爱 而侥幸懂得隆起 那又如何聚散自如 那更是要了人的亲命了 读书读深意 炼武养契机 这自古以来就是天下文武两徒的拦路虎 眼前这位自己要拼上老命去厮杀的 竟然让人发指的能够让契机有规则的外泄 可不就是传说中的金刚镜吗 李黑他如何能不自残行贿 嫉妒发光啊 就像一个穷人 每天他勤俭直家 冷不定冒出一个妇人 可以在金山银山上吃喝拉撒 人比人气死人 李黑他也顾不得什么三板斧套路了 贴了心要将手上的一双巨斧死死的往下按 一张黑脸都胀出病态的暗红色 估计连小时候吃奶攒下的劲 都使在这金药关头 短短三寸距离李黑他双腹硬是往下劈了好似极为漫长的一段时间 已经称不上是劈啊 而是往下往死里边移 往死里边推 李黑他的后脚跟已经翘起 发出一声丧心病狂的震天嘶吼 双腹终于碰到那个年轻王母蛋的衣袖了 衣袖被磕破 巨斧冷风 触及肌肤李黑他走火入魔一般 呲牙瞪眼 全身气急如 肺水翻腾 全部涌向手臂 徐凤年略微的皱眉 双臂一震 弹开双腹 一脚踹在这门户大开的李黑他胸口 双手弧口已经崩裂出血的壮汉向后倒去 徐凤年双手一大一个金丝小缠腕 抓住李黑他的手腕一扭便给他折断了 接过了掉落下来的熏花板斧和金雀开山斧 李手一转 变成他手提双腹面朝着李黑他 头脑空白的李黑他倒地之后 以肘步称地转身就跑 徐凤年二话不说 飞出一柄斧头 插在这个黑塔大汉的背心之上 李黑塔带着一股斧头夹来的巨大清澈力向前扑去 再一扑 直接就砍在他脑袋上 身体扑在地面上 死的不能再死了 徐凤年低头看了眼手臂 自嘲道 到底还不是真正的金刚镜啊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风火器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斌小说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非凡凡》 草赐般马虎 多少天意过苦 孤岭碧露 不宇旧一湖 帝王江山寄宝图